疫情升溫 陸軍派遣化學兵支援縣市政府進行消毒工作 卻有民眾在網路散佈謠言 表示陸軍消毒藥劑非常毒 要民眾緊閉門窗也不要買外面的路邊攤 經證實為假訊息 那他指稱今天晚上務必將家中的門窗緊閉 因為新北市與台北市在星期五跟星期六兩天 會有陸軍化學兵群來進行全面的消毒 那這兩天也不要購買路邊攤貨 面對馬路邊開放式廚房的餐飲跟食物 因為化學兵群的藥劑非常毒 那這個訊息經過國防部以及衛福部的證實 確認為假訊息 案清本局電車大隊進行偵查 通知涉案人盜案 經訊訊之後確認假訊息的這個要件 移送法辦 刑事警察局電車大隊除了將涉案人51歲張姓男子 依法送辦也呼籲民眾不要散佈假訊息 從五月十號疫情狀況變化到現在 總共立案偵查的假訊息有二十五件 經過針結移送的有五件十二人 那也發布了七件新聞稿來曾經說明 也再一次呼籲民眾對疫情相關的防治措施 以及最新的狀況 應該以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所公布的訊息 跟聲明為準 那民眾如果有接貨來源不明或未經證實的疫情資訊 民眾若任意散播轉傳來源不明或未經證實之疫情資訊時 將處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或病科新台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呼籲民眾切勿以身釋法 記者林錫會台北報導